很像觉得遗憾的 还有我这个朋友圈的刘姐 最近她发自拍的时候 老是被人指出 PS过渡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都不容易 都想变美 要是长得好看 美若天仙 谁也会去劈土啊 地板歪了 那歪是歪了 但实际上不还好好的在地上扑着呢嘛 对不对啊 长得不好看 本来就够难过的了 放个自一条生路 世界会更好 姐 你修一下图 我们可以理解 但你自己看看这张图片 是不是有点修过头了 胡说 我下巴稳了就这么紧 再说 我下巴炸死你 朋友们 你们来评评你啊 这张照片是不是有点修过头了 主要是说这个女人是 刀子嘴 豆腐心 但是你这个嘴巴 你这个下巴 太丰利了吧 谁要是找了这么个刀锋站 但是厨房里都不用买道具了 光凭着下巴 砍瓜切菜 难度不大吧 一聊去找对象的事啊 哎呦 我朋友胖虎呢很有心得 人家是这么说的 如果你找了个对象 天天伤心流泪 那你就应该停下来好好想一想 你到底是找了个对象 还是找了个洋葱 好想找对象啊 哪怕是个洋葱我也愿意呀 这位朋友请你克制一点 洋葱堕堕堕 眼泪流流流 哎呦 有对象的人啊 真的每天都过得快乐幸福吗 风哥呀 不一定 如果你是为了脱单而生的 那你的生活很可能只是 换了一个不快乐的方式 甚至是从一个不快乐的环境 跳到了一个更不快乐的环境 我也算是身金百战的人啦 刚刚我这话一说出口 懂行的都知道 我是老江湖啦 各位 知道什么是老江湖吗 来 听伯过给你们解释一下 什么是老江湖 知道什么是老江湖吗 去财务出填表 财务让我在桌上拿江湖贴相片 我说 你这江湖过期了吧 财务问 你咋知道 我指着翘起一个脚的相片说 他一开口 我就知道这是老江湖啦 我觉得不行 我觉得其实OK 好 这个笑话我先记着 其实我觉得波波这个笑话还OK 他在一个很好的发挥之后 得到的就是一个我这样反馈 希望他不要失败